我们都知道武则天是一代女皇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也有着一定的胆量与机智 才能达到女皇的境界 武则天的聪慧 让他在后宫中脱颖而出 勾住了李世民的心 他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才得了如此厚爱呢 武则天刚入宫 并未得到唐太宗的宠爱 做了十二年的才人 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高 为了得到李世民的宠幸 武则天利用各种性姿势去勾住李世民 希望他夺走自己的初夜 唐太宗李世民喜欢漂亮的女人 他的后宫里美女不计其数 十五岁的武则天入宫 并没有惹皇上的注意 两个多月过去了 他也没有见到皇上 武则天整日待在夜庭宫里 跟太监学一些规则 礼仪 用语等方面的知识 而和他一起入宫的徐慧 因父亲在朝廷为官 有传言说 皇上近日就要宠幸他 武则天经过考虑 他就有了个办法 他要和徐慧拜姐妹 通过徐慧接近皇上 于是武则天每天就千方百计的讨好徐慧 这徐慧是一个才女 武则天常常以徐慧请教学习上的各种问题到她的房间 这样一来二去 两人就熟悉了 武则天见时机已成熟 便向徐慧提出拜姐妹之事 徐慧就答应了 这天晚上 两人穿戴整齐 来到院子里面 燃香结拜 并互相立誓 如果双方谁被皇上宠幸 就提携对方 两人同时到皇上身边才好 可以互相照应 永远不分离 几天后 徐慧果然被皇上宠幸 武则天按捺不住喜悦 事情的进展和他预料的差不多 他为自己下一步谋划着 甚至每个细节 每个对话和动作 几天过去了 徐慧一去咬无音信 武则天并不灰心 他了解徐慧的脾气秉性 知道徐慧不会扔下他的 但是武则天也积极行动 他托太监给徐慧捎信 徐慧没有忘记武则天 皇上赏识他的才华 封他为结余 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他一有机会 就向皇上说武则天如何好 说得他心里直痒痒 在皇上的眼里 夜亭宫里的新女人们 仍旧是青涩果物 没有散发出成熟的滋味 所以他也就不太感兴趣 而徐慧常常夸奖武则天 却让他动起了想见见的欲望 几天后 皇上果然召见了武则天 他被武则天的美惊呆了 从此便加倍宠幸于他 武则天通过徐慧见到了皇上 把男人当目标 看准目标后 而暂时达不到 不妨走一条弯路 拐弯抹角 但是这条弯路要选好 能直通终点 找人替自己说话 自己说百句 不如别人说一句 女人不求立即和男人 达到一种水深火热的程度 巧妙地向男人传递你的信息 利用男人身边的女人 来接近男人 是最好的办法 试想 一个美貌的女人 都说好的女人 怎么能让男人按耐得住 不动心呢 这是最有效的广告 当然 利用女人要失手段 摸透她的喜怒哀乐 要逼她聪明 男人注重义气 女人注重情义 只要情义到了 也就不愁了 这时可以随心所欲地 利用情来失忆了 取境通幽 就是这个道理 取通直 直连取 武则天第一次要陪皇上睡觉 他当然知道 在同辈之间 有许多竞争者 帮他打理这位老太监 也许会发觉 他对自己的第一次很不安 基于好意 说了些安慰他的话 其中就有 徐会陪皇上的事情 武则天坦诚地 接受了他的好意 可同时 也唤起了他不服输的心理 他想 一定要超过他们 出更两点 武则天由提着登陆的太监引导 到当时天子常驻的甘露殿 终于能见到皇上了 看着近在咫尺的皇上 武则天的心紧张得都快要跳出来了 李世民动作很粗鲁 完事之后 他觉得下身振振疼痛 一颗泪珠 禁不住滚了下来 李世民喜上眉梢 在他眼里 这眼泪就像西式珍宝似的 还从来没有人 当着他的面哭过 以前 李世民战友的少女 不计其数 他们都拼命地忍耐 木偶般的脸上 强露出死板的笑 而怀中的武则天却不同 他并不隐藏此时的痛苦 他梨花般娇美的脸上 泪珠晶莹剔透 闪着抚媚之光 让李世民倍感珍贵 心中非常快慰 其实 武则天的哭 开始是情不自禁 当他看到皇上兴奋的样子 决定继续哭下去 喜得皇上爱不释手 他第一次觉得 怀中拥有的不是傀儡 而是个活生生的处女 李世民被武则天的眼泪所打动 他亲自给他定号 叫武则天妹 武则天退出甘露殿时 已接近午夜子时 他由太监背着回到夜庭宫 他不了解其他工人的情形 例如徐慧的状况 但他本能地知道 自己能使皇上如意 这就足够了 并且已经很好地开始了第一次 从现在开始 武则天妹要努力作战 坚持到底 武则天躺在床上告诫自己 过去 他认为男女之间的事 是梦一般的甜美 是神秘 也是神圣的 现在他明白 这件事近乎粗暴 会带给女人厌恶感和痛苦 他十分扫心 伺候不到三天 武则天就又得到了皇上的招宠 再度伺候皇上 身体的痛苦虽然很深 但精神上的荣耀 受天子专宠 而胜过其他加厉的荣幸 却使武则天看起来 更加荣光焕发 美艳动人 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大胆 机智地运用了哭这一招 使他从众多的女人中脱颖而出 勾住了李世民的心 女人用眼泪能记住男人 但是女人有泪也不要轻弹 喜欢女人流泪的男人 把泪珠当珍珠 不喜欢的会因此而生厌 女人流泪时要看男人的脸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 心计很重的武则天 通过各种方法 终于让李世民占有了自己 得到了宠幸 施展各种手段 这就是古代后宫妃子们的 真实写照